欢迎各位陆章 欢迎跑马4.0的频道 就趁这个机会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张生的统计资料 跑完马之后我都做了两三个统计 都还没完的 有些不够的慢慢做 有些立刻做下去 整个书架 再讲一句 统计就不一定有用 有时有用有时没用 还有每季的上落反复很大的 所以今季是这样 未必是下一季是这样的 但都要做的嘛 结论 其中第一个结论是没有关系的 就说 如果想赢冠军迷马斯 本身的大脸本吹升率一定会很高 当然啦 雷剑军的吹升率百分之四十 很厉害 每五个赢两个很厉害 但冠军骑士就不需要一定是吹升率最高 事数也是最多 但比率 因为骑太多脸本马 一般来说冠军骑士就不一定是 会有一半的机会是这个 胜出最高大脸本 但也有一半的机会不是的 因为又不可以这么说的 好像今年是杨明伦 杨明伦他骑得 八字左右六字赢 那他是很厉害的 一骑四个赢三个 那又没有形成是在一个大脸佛 所以应该不可能逃三十分张 没什么可能的 我觉得有统计就是给大家大家看解 最后一天,实科一天,统计做了,有两只5倍大门,分别是南俱旺和我做到 都是分别是第3第4的,没什么问题,埋单今年竟然有58匹5倍或者6倍大门 胜出率是5.8匹,如果长期输,输10多注 去年也不同,20多场,胜出率是很高的,如果长期输赢 最短的问题就是去年38场5倍及以上泪满,通计20多30年以来最高 我通计了30年,看我自己表最低是12、3场,最高是36、35 所以去年38是破了纪录的,5倍及以上有38匹 刚才说过胜出率是正常的,胜出率去年很厉害,去年22匹7匹 所以平均卖赢的,今年的胜出率不算低,是正常的 我只是想说一句,为什么今年这么多破纪录的5倍大门呢? 因为我现在暂时还没找到的理由 如果大家有些网友想出的理由的话,就和我们分享 我们的结论就是可能我们这些叫做Factuation 即是一年是这样,第二年未必是这样的 这是一年一次的不期 那我说的5倍大门,即是5倍及以上的 6倍大门,平均每年是0次3匹 即是包在那里了,即是再刷5倍以上 如果严格来说是6倍以上,每年是0次3匹 很正常的,香港出14匹 军势大门6倍多都不期 7倍有没有出现过,是有的 每10年8年出现一两只 但近这两年就没有了 说一下真的很夸张,7倍已经在大门 是很难的,这个就是简单的状况 说回那个极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就是说去年呢,你方程式的买 一见到5倍大门,就买了 但买单位是赢的,都赢了多少次 今年是输的,那如果明年是怎么买呢 赢了这个输呢?不知道的 这个也是,但是再说的是这个理论 因为你到大,即是现在以普通的跳动 可能开了一集都不同了 你开跑的时候,想着5倍大门 你买开跑完,可能是变成4倍8 输了或者赢了都不知道 大家也不知道 你买那只5倍大门 开跑也可能变成不是大门 因为那些大门 就是来得很迟很迟的 这个就简单了 好了,又说回两倍都没有 十几个,我们还要叫个几个 个几个,个几个 有几个呢? 那Savoy有三个,全部都要见威 两个人一批 如果纯粹统计 就去年有80多场是正常的 最多130多层几个 是100楼上楼下加减十多场 8、90是正常的 range 胜出率也都是正常偏低 52%左右 但就不是脱节离谱 不是最低 简单来说 好了,但是有个 我们经常说 统计,当基数是大到 以百计千计 就百分比很重要 百分比,是吧? 但是如果你的统计数字 基数是几十呢? 要小心点处理,我们要计算 这个trend 它的跳动 频率呢? 是比整体更重要的 整体的rug up数字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不是读石的 但是我们有基本的 就是社会科学的观念 是吧? 基数这么小 其实要微观去再拆 他们在trend走势更加重要的 就是究竟呢? 去年八十多是个多的嘛 究竟 吃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的平均分布是怎样呢? distribution 就是走势是怎样呢? 这个很重要 那原来呢? 原来呢? 贵尾呢? 这个时候呢? 直落呢? 是很高的 直落二十多场呢? 不赢都有位置的 首先说它的位置率呢? 它去年呢? 那些这样的 不够十元那些 那些麻呢? 大原本呢? 都有十几二十只 三个不入的 很厉害的 就是十几二十只 是跑来四 或者影都没有的 嗯 那这个很重要 不要紧了 但是我们再统计 我们再统计的数据 这个trend很重要 原来你说 安马是不是十几元那样 是不是很稳定呢? 季初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 是死亡陷阱来的 曾经呢 直落八次呢 是没有赢的 就是 那是吧? 十几元那样 直落输八次的 我们统计就是这样的 由这个第七十一场 至今运来开始呢 去到 就是几十之内 就是两个星期之内 去到一百一四四场的 身力高升呢 那八只马呢 八只的十几元马是赢不到的 就有些位置在那里 但是赢不到的 真的很夸张的 那因为理论上 五六十百分的胜出率 拉云平均 隔三次四次最多呢 就会有一只马赢 但是这个最长的 输的记录是输足八场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都不奇啊 真是很巧啊 就是世界上的 因为说完这件事呢 另外一个话题 说完的 好了 这个直落输八场 去到贵中之后呢 也都曾经有直落六场呢 是大门输的 这个不重要 这个已经八场 多过六场 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超力量 在五七八场 输完之后呢 直落 连输五场 第六匹是什么马呢 就是由他开始 由超力量开始 开始一直去到那五只马 不要管那些五只不重要 他有位置的 但是赢不到而已 第六只马 原来金枪六十 输了那场 这么邪的 弱弱开 直落 五只都赢不到 啊 接着去到第六只 金枪六十 考黏地 黏远地 喂 就是你不信 告诉他 金枪六十 没有位置 当然啦 我们明白啦 就不想知道 哇 他跑淋地很危险啊 就是不能买的 是吧 那终于真的跑来死 就是轻到这么紧要的 但是输完 金枪六十之后呢 就要一帆封信 一帆封信 就是刚才所说 由金枪六十开始 直到贵尾 那二十多三十只的 个几个马呢 升出来很高啊 嗯 就是很邪 就是要马王牺牲他自己的记录 来做一个后面的良好记录 就是很邪 我虽然觉得跑马就是一样东西 运气又风险啊 始终我们有一些圈来叫做邪门的东西 很难解释 很邪 就是总之今初六十 你相信呢 就是三夹不入 马王就是那一场 但是断完栏最后那一场断完栏最后呢 断完栏最后呢 以后一帆封信 真的很邪 我只是这样说 这个点 帮不了你赚钱的 但问题你一定会有 但是如果你说我信统计的 去到贵美那几只的位置呢 很稳定的 直到二十几只都有位置了 那阿威杀科尼的三个 两边一批很合理啊 是吧 所以就是看看你 就是有 怎样利用这个统计 但是 正是所说的统计 就不只是看最后的统计的percentage 一定要看 Distribution和trend是很重要的 嗯 贵美的效应 人们都明白这个道理的 还有如果就是 你初步看贵美 为什么这么厉害 其中我想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潘顿和阿威的合作加强了 很多时候他骑的只呢 你想想上半季 其实潘顿很少骑 李建威的马 都知道的 到临时要拼命的时间 李建威要拼命的时间 所有大二门基本上 都很大机会的那些都给潘顿 所以基本上很多只都是 都是 贵美的马 所以 那些成绩我想和他们都有一些关系 你看看他们 最后李建威和潘顿 为美国合作 这个成功率高到不得了 真的挺夸张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 所以说回开场地说 大叶如果想赢冠军令马斯 通常都有七成的机会 是胜出最好的马方 因为你经常想不赢大叶门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数 逻辑很简单 等于以前 老摩曾经 叱吒风云了十几二十年 他永远是大叶门的保卫者 都是这样的 是吧 同意 一定是 他们收莫那么强 他不赢他 不赢那么多数 老实说 最后一点 转换一下 最后我想趁的机会说 金枪六十 金枪六十 最初跑完就退役 跟着最后没有退役 我们曾经说过两次 我觉得不需要退役 你不跑而已 你可以不跑的 不需要退役 是吧 你继续 就算你复役 我下季决定不跑的了 那又如何呢 香港马尉也不会逼马王走 或者看怎么 不跑一个月 几万元的 马赢了一亿多的奖金 根本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是金枪六十 我骂住 我就会一定是不退役 还有看准 但是如果复役 我就不贪赢多一场 不是贪赢多一场 不是贪赢多一场 的奖金很少 就算我可能 甚至我不跑国际一级赛 我只是跑二级赛 赢完最后一场退役 就是国际赛的预赛 我们香港的预赛 11月赢完一场退役 我不跑国际赛 留下这么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呢 最后这个点很重要 因为他很厉害的 跑了31场 赢了26场 很厉害 不用说 但是不要忘记 因为有个浪漫勇士追上来 浪漫勇士还是成年 浪漫勇士在香港赢了15场 在海外赢了2场 17场 即是现在金枪六十 带着浪漫勇士是9场 浪漫勇士还有很多场赢 但是有没有机会赢9场10场 是有可能的 他还有很多场投马在手 假设他跑多两季 每季赢5场 他就有10场投马 他不需要再出去 在香港跑 我年年跑4、5场 赢4、5场 他有机会 他有几场投马 但是有没有机会赢10场 所以如果我是金枪六十的马主 我需要破香港 保持香港 赢得最多投马的纪录 我就会去争取第27场 即使他难度高些 明白吗 即是以后每一场 现在我都能赢得 因为他 浪漫勇士大家都很肯定 夏季肯定赢很多场 即是如果他愿意 连二级赢都愿意 跑的话 可以赢5、6场这么多 是吧 他有很大机会 在一季半之内 追到金枪六十的26场 但如果我赢多一场 我叫marginal 便宜难度高了 当然 明白 这个就是我心中的说话 或者 金枪六十的 是骑连 马主 他们的自己认为 没有这个 搜索在这里 自己想 马迷各自 如果你是浪漫勇士 不是呀 你不要跑路 我有机会追过你 看你在哪里 但我们客观感 如果我是金槍60的馬主 我已經拿著主動拳在我手上 我就不會放棄了主動拳 因為獎金一定不夠羅馬勇士 唯獨在頭馬數字上 他可能是香港的歷史 不過說真的 羅馬勇士現在六歲 羅馬勇士 所以他仍然還有很多機會 一路贏 服役前仍然贏到九場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正如你所說 羅馬勇士金槍做多一場有十場 我覺得未必那麼容易追 雖然這馬仍然還有進步 每一場的難度都已經高了 一路跑下去的時間 還有是不是好像今季 全季都那麼適合呢 這個真是好考慮 我們也希望兩隻買到街座 一隻在追上來 一隻在追上來 放在前面那隻 當然沒有理由等你 放那次比較好 要對每一部追到很困難 接下來的新一季 他們的部署是怎樣 大家到時是否如今所說 我們大家到時看什麼情況 我們這集談到這裡 歡迎各位網友 訂閱、分享、鈴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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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這集談到這裡